雖然他們出了一個這樣的聲明 就是民航處說是不滿意當時他們的表現 但是另一部分就同一時間就批了一個五年牌照給他們 其實在法例那裏寫著就是最多是五年而已 就沒有說一定要給五年的 所以其實更加適合的做法可能就是批一個比較短小小的年期 可能是三年的牌照我覺得是更加合適 當一間航空公司如果真的經常取消航班的時候 其實影響不單止是乘客當然乘客是非常重要 但是另一方面就是沒有善用我們珍貴的起飛降落時段 所以其實會不會民航處也會考慮另一種罰則 可能是罰錢或者各樣東西 而來減少航空公司取消航班這個做法